在整个迎风面 宜兰花莲地区降雨还是会持续 尤其我们从早上看到现在 在宜兰的山区都有一些对流云系持续的在下 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地形性的降雨 另外到了明天的白天之后 到明天晚上这段时间 整个北台湾地区 尤其在北部的山区跟宜兰的山区 下雨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下 请大家留心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明天在整个桃园到台南地区 澎湖地区 蓝雨绿岛地区 这些地方都还是要持续注意强风的情况 除了沿海空旷以外 比较近内陆的平原地区都还是要特别留意 毕竟今天晚上到明天 是台风相对比较接近台湾的时候